你知道独夜第一任宿主是什么 反正不是这个落魄的屌丝 几天前 艾迪还是一名新闻记者 别人每天都是报道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混混日子 他却一定要挖点猛料出来 像是报些复仇者联盟的穷士 比如钢铁侠走路上被晴天柱单杀之类的 因此他的节目也未受欢迎 一家航天公司的老板德雷克看上了艾迪 主动请他来给自己做直播 原来前不久他们公司一艘宇宙飞船逝世 为了在公众面前挽回自己和公司的形象 他买通了艾迪的老板 艾迪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老板命令他一定要去 因为人家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但在直播当天 艾迪却没按套路出牌 他问德雷有关公司违规药物实验的问题 对方自然表示无可奉告 并赶走了他们 回到公司的艾迪 受到了老板的劈头盖骂 当即就给他炒了鱿鱼 因为他的这番所作所 让同在航天公司上班的未婚妻 也受到了牵连 当即就表示要跟他分道扬镳 另一边 一个丧尸般的女人走在街上 来到路边摊面前 抓起盆里的黄扇就砍了起来 老板过来口吐疯发 结果被他一刀领了喝饭 原来航天飞船坠落在地球后 一个共生体附身到男人身上逃了出来 随后一路寻找新的宿主 而其他几个共生体同胞 则被当作样本送到了德雷的实验室 德雷抓来流浪汉进行人体实验 引诱共生体进入他们体内 刚开始共生体和男人成功结合 但没过多久 流浪汉突然四肢扭曲痛苦地死去 而德雷没有半点同情心 他的注意力停在这个神奇的外星生物上 这让一旁的女博士十分反感 于是他找到生活不济的艾迪 想让他曝光德雷的所作所为 遭受事业爱情双重打击的艾迪 也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便答应了他 博士利用自己的身份 将艾迪偷偷带进公司 艾迪来到实验室内 偷偷拍照取证 突然里面的女人注意到了他 疯狂求救 结果艾迪一通乱案 出发了警报 他赶紧拿起一旁的灭红器 使劲砸开了玻璃 结果对方直接来了 德雷的报告 与此同时 共生体成绩溜进了艾迪体 艾迪缓过来后 赶紧开溜 他一个虚缓掉开手 再轻而易举放到另一堵 一路逃出了公司 回到家里 他感觉自己浑身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操控自己的身体 还变得异常饥饿 他打开冰箱开始暴饮暴食 然后又抓起垃圾桶里的鸡腿 砍了起来 醒来后的艾迪跑到餐厅 找到前女友 想象他披露德雷公司的真面目 结果艾迪突然饥渴无比 抓起一旁的食物就吃了下去 随后他又感觉燥热无比 脱下外套就来到鱼缸面前 两手一摊 就坐进了池子里 一脸享受 随手抓起一只龙虾就抢起 艾迪本想做个全身减 但体内的共生体运着大 刚回到家里 隔壁的邻居又开始用刺耳的噪音扰 他不耐烦地敲响邻居的门 男人一开始十分不屑 另一边 女博士在德雷的逼问下 说出了带走共生体的人是艾迪 很快德雷的手下就闯进了艾迪家 两人僵持半天后 对方发射电击枪 黑色的触手铁击而出 轻松放倒了两人 另外两人也被相近拿下 又冲进来几名杀手 共生体操控艾迪的身体反击 很快就将他们全部团灭 楼下还有追兵 艾迪不受控制的朝窗户走去 一跃而下跳进了一户人家 随后展开黑色的盾牌 挡下所有子弹 艾迪的一举一动被德雷看在眼里 他赶紧加派人手让手下将其活捉 此时一架无人机发现了艾迪并朝他飞来 他连忙骑上摩托开始逃命 身后数十架无人机朝他追来 共生体操控他的双手 驾驶摩托不断攻击 随后共生体扯下车门 当作盾牌 来到拐角处 德雷的手下倒在前面 共生体伸出触手 佩服艾迪 强行完成挑移 德雷的手下还在穷追不舍 突然一辆车从岔道口驶 将艾迪重重撞翻在地 光头本来想嘲讽两句 下一秒黑色的共生体物质将艾迪身体包裹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就当他准备好好品尝眼前的鲁蛋时 身后一个持枪小伙搞背后偷袭 一口就咬掉了他的脑袋 随后逃出了警察的包围 在大街上蹦来蹦去 撞破布兰一头跳进了海里 艾迪发现自己很不可思议 这时那团黑色的怪物从他体内钻了出来 毒液告诉他 自己必须搭上德雷的火箭回到母亲 在此期间艾迪将成为他的座器 艾迪回到室内立刻来到报社公司 打算找到老板揭发德雷 结果遭到了工作同事的阻碍 为了不让毒液吃掉他的脑袋 艾迪只好先转身离开 但毒液说 他撞碎玻璃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将带有照片证据的手机放在了老板桌上 完事后他往着窗外 结果一出电梯就遇到了全副武装的警卫 艾迪一声令下 随后便是单方面的屠杀 很快毒液靠烟雾弹的眼 干掉了所有警卫 正当他准备饱餐一顿时 被身后的女友撞了个证据 艾迪赶紧追上前向女友解释 女友打算立刻带他去医院 艾迪怕自己给女友带来威胁 再犹豫要不要去 注意看 这个小女孩身体里似乎有什么动静 她一步步向眼前的男人走进 男人问她是不是迷路了 另一边 艾迪来到艾迪男友的医院 她说艾迪体内有个寄生虫 并且打算再用核磁共振给她做一次检查 三个不同的声音在艾迪脑子里回答 安妮见状赶紧打开核磁共振开关 高频声波将毒液从艾迪体内逼了出来 随后毒液被困在了室内 艾迪对着里面的毒液一阵指指点底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而里面的毒液趁他们不注意 从排风管道溜了出去 一出来就钻进了一只羞狗身上 艾迪这边刚来到电梯面前 却等来了德雷的手下 这一幕被小狗禁收眼底 但一只小狗能做的事很有闲 于是他找到了安妮 艾迪被光头带到了德雷面前 眼看艾迪不肯交代毒液的去向 另一个共生体暴乱现实 德雷让手下直接除掉艾迪 暴乱告诉德雷 先不要管毒液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其他共生体接到地球 光头将艾迪带到空无一人的树林 艾迪发现一个黑色的触手 悄悄解决了光头后面的手下 艾迪笑了 下一秒就被一口咬掉了脑袋 随后被毒液附身的安妮 提起她就亲了起来 毒液也顺便回到了艾迪体内 并让她赶紧去阻止暴乱 安妮想跟着他们一块去 但毒液不注意 毒液告诉艾迪 暴乱要带数以百万计的同类来蚕食地球 但毒液打算留下来保护地球 因为在母星的毒液和艾迪一样 也是个和她差不多的废物 但是在地球上 她和艾迪就是最强的独 毒液现身告诉她 此时的暴乱启动了火箭 正大肆屠杀工作人员 随后朝着火箭发射抬登群 毒液挡在暴乱面前 得知毒液已经叛逆 暴乱右手化为武器 朝着毒液发动攻击 左手划出利刃 毒液展开盾牌抵挡 随后按住她的头进行反击 暴乱又施展第次攻击 毒液后撤翻滚滚 暴乱猛扑过来 毒液钳制住她 却被她身后的尖刺命中 暴乱趁机捕上一把 然后从天而降 一脚踩在她身上 一把抓住她的脸 硬生生将毒液从艾迪身上分离了出来 就当暴乱准备吞掉毒液时 艾迪起身朝毒液伸出手 将她带了回来 于是两个共生体再次扭打在一起 两个共生体在近乎玻璃的情况下纠缠 两个宿主则在底下大打出手 但暴乱实力太过强悍 直接一波将毒液和艾迪全部吞噬 然后朝着火箭奔去 危急时刻安妮赶到波音室 发出了剧烈的噪音 这才将他们各自分离了 要在平台上的艾迪和德雷打了起 最后艾迪取胜 将德雷一脚踢了下去 但下一秒就被身后的利刃刺传 毒液回到了垂死的艾迪身上 修复了她损伤的部位 此时离火箭发射还有最后无能 毒液在发射的瞬间跳上了火箭 他来到暴乱密集 随后一刀划破了油箱 剧烈的爆炸让暴乱和得了一同葬身火 毒液为了保护艾迪展开身体 也受到了重创 画面一转 艾迪在街上被一个老头拦住 接下来艾迪和毒液约法三章 永远不能吃掉好人 只有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 才有可能让他吃掉 劫匪发出致命提问 想成为超级英雄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便宜 还有一个靠技神 他就是毒液 明明长着一张反派boss的脸 却拥有一颗想拯救世界的心 自从和耸爆艾迪在一起放 可怜的毒液就没吃顿好 还要时不时忍受这个臭憨憨的脾气 说好打击罪犯 坏人的脑子随便打 结果艾迪根本就不准 然而打归打闹归闹 生活还是要继续 一名叫卡萨迪的连环杀人犯 在监狱里点名要见记者艾迪 咱也不知道为啥反派都喜欢找他采访 趁着这个机会 警长想让他从卡萨迪口中 套出尸体的位置 这可是让艾迪闲于翻身的好机会 于是便答应了他 随后来到监狱见到了卡萨迪 可他只是念了一首诗给艾迪听 并让他看灯在报刊上 似乎是给什么人看的 除此外他没有透露任何尸体有关的现象 正当艾迪准备无功而反时 身体里的毒液提醒了他 艾迪望向监狱里的墙壁 虽然只是几副普通的壁画 毒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回到家后 他控制艾迪的双手 将壁画内容重新复刻在了纸上 看到这呆子 毒液也是替他着急 于是他又重新换了章纸 拿了张透明薄膜贴在上头 开始亲自动手 用自己的体验 在上面捂了几笔 然后在网上找到了图画对应的地点 完全吻合 Bingo Holy cow 于是警方在这里发现了所有的尸体 连环杀人谋案终于告破了 卡萨迪被立刻判了死刑 艾迪也因破解了警方破不了的案 受到了记者采访 并成功借此案翻身 当然毒液认为都是自己的功劳 本以为艾迪会奖励自己吃坏人的脑 而艾迪却只让他吃掉家里的两只鸡 但毒液却嫌鸡脑太小 不够吃 扛不住毒液的骚扰 艾迪只好来到陈太太店里给他买巧克力 然而不巧的是巧克力还没到复 没办法 他们只好来到一家妥鸡厂 一想到还是要吃鸡 毒液就十分不情愿 但无奈之下还是先甜宝负 用完餐后毒液买给鸡脑 喉咙还卡了跟鸡 不行今天必须得给家餐 毒液来到一处小巷子 发现有人在抢劫 他来到面前 抓起男人就想往嘴里送 但艾迪及时制止 虽然很不舍 但毒液还是放开了他 这时前女友安妮打来电话 毒液赶紧催他接听 安妮想约艾迪见一面 艾迪还以为他被线男友甩了 想找自己复合 哪知等他见到安妮后 看到的是一枚大大的钻截 安妮告诉他 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艾迪立马陷入了无尽的阴谋 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毒液见他这样颓废 便想尽办法照顾他 让他从情商中走出来 他一边为艾迪做着丰盛的早餐 一边下楼帮他娶艾迪 艾迪拆开信件一看 原来是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卡萨迪 他在信里向艾迪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在童年时就害死了自己的外婆 然后又用吹风机电死了母亲 最后被父亲发现暴揍一顿后 扔进了哨馆村 在这里他又遭到了新的暴露 只有一个叫奸孝的女孩 利用自己的能力保护着他 两人一路走来互相照顾 很快变成了一对情侣 后来女友因超能力被抓进了实验室 卡萨迪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光 便沦为了连环杀人员 现在他想在临死前 再见艾迪一面 艾迪看完 心中产生了愧疚 决定还是去见他一面 艾迪来到监狱 然而这次卡萨迪刚见到他 就开始说难听的话出言挑衅 虽然艾迪不愿和他计较 但毒液听不下去 不然他抓住艾迪的手一口咬不下去 玉瑾赶紧过来将两人拉开 但此时的毒液并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一举动 后面将给自己洗蹄一字 等艾迪走后 他抹掉嘴角一滴新鲜的血液 放进了嘴里 毒液和艾迪 算是漫威里的一对欢喜冤家 这不他两个这样的情侣 艾迪怪毒液的出现 打乱了他的手 毒液却说是自己成就了艾迪 毒液这暴脾气再也不容易 艾迪也被惹毛了 毒液扯着艾迪在房间内四处乱走 但他吃尽了苦 最后打算也不见不见 愤怒的毒液抓起家具四处乱走 甚至准备扔掉昂贵的彩电 艾迪要摔死毒液的出口 这下把艾迪彻底扔掉了 他死死拽住毒液的手 结果被毒液顺势放倒了 他又拿起地上的头盔 砸了了毒液的牙齿 毒液将他顶上天花板 艾迪一气之下打开烟雾暴警器 在噪音的刺激下 毒液从他身体里脱离了出去 寄生在路人身上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下艾迪终于可以享受片刻宁静 但窗外马上传来一阵让他心碎的声音 因为毒液在砸他心意的机器上 砸完车子 毒液走出巷子 又附身到另一个人身上 临走前对艾迪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虽然毒液表面逞强 但离开了艾迪 自己其实根本生存不了多久 在接连干脆了几个宿主后 他来到化妆舞会附上了一个路 并现出远行 一群人拥固过来找他拍照 毒液在这里下就成为了闪光 得到了他梦想中的待遇 但他心里还是想着爱你 想让他早点来给自己道歉 另一边卡萨迪即将被处以死刑 受害者的家属都在外等待这一刻 但随着药剂的注入 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一股红色液体将药剂顶了出去 随后卡萨迪开始不断抽搐 红色的触角从他身体里伸了出来 朝周围的警卫发动攻击 家属刺散而逃 接着剧烈的爆炸破坏了仓石 一个红色的身影从里面钻了出来 正是毒液的亲儿子 屠杀 屠杀追着典狱长来到监狱内 迎面走来的警卫朝他拍枪射击 但全被屠杀轻易划起 随后用触手开启 弹爆封杀 他又跳上去拆掉了所有的牢门 将被关押的重犯放了出来 解决完剩余的预警后 犯人们纷纷为他喝彩 屠杀急性表演了一个大招 专门用来处决最后的点狱长 他被一把拽进封堡 一口吞掉点狱长后 屠杀带着卡萨迪逃出了坚衣 随后他换了身衣服 让屠杀通过互联网 找到了女友被关押的位置 他潜入实验室干掉了工作人员 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友尖孝 他伸出触手缠绕牢房 压碎玻璃就出了命 随后屠杀带着他两一路逃了出来 跳进了尖孝最爱的老师跑车 尖孝驾驶跑车躲避警察 跑到一半 屠杀伸出触手将他们伸向高峰 接着和卡萨迪化身屠杀 开始大杀四方 这时又飞来一架直升机 屠杀用一辆警车倒进 地旁的尖孝也忘开了 深吸一口气 这招虽然成功干掉了直升机 但也差点送走害怕噪音的屠杀 他赶忙缩回卡萨迪的身体 两人开着跑车逃了出去 警长看到屠杀留下的惨状 立马就认为和艾迪脱不了关系 于是叫人将他带到审讯室 试问他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得知情况后的艾迪 也猜到事情因自己和毒液而起 于是只好打电话叫来前女友安妮帮忙 让他找回毒液 安妮知道毒液最爱吃巧克力 于是来到陈太太店了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可傲娇的毒液并不想见到那个男人 于是安妮换了一种方式 于是安妮来到艾迪面前 化身女毒液将他救出了警察 而逃出来的卡萨迪和奸孝 准备在教堂举办一场血色婚礼 他们抓了各自的仇人作为观众 卡萨迪化身屠杀抓了警长 奸孝逮住了安妮 并将消息透露给了艾迪 让他来还安妮的命 毒液作为大名鼎鼎的致命守护者 他的亲儿子更是为大孝子 艾迪化身毒液来到婚礼现场 准备拯救安妮 而毒液一判到屠杀立马认识 这次在场的坏人随便吃 毒液才重新现身 毒液也随机现身 随后屠杀朝他们发挡 毒液不断躲避他的攻击 一跃而起 准备和屠杀硬碰 当他见识见识神叫狼父亲 但一番激战不断 毒液很快落入了下方 被屠杀的尖刺钉在了肚子上 随后他抓起神符 准备吞掉他增强战斗力 毒液两三下咬碎了屠杀的触手 将他一脚踹在了墙上 这时一团火焰落在了屠杀身上 原来是安妮的男友单敢来支援 气得屠杀当场就准备收掉这个人头 毒液挣脱墙壁赶来救援 扯住了他的脑袋 这时教堂整点钟声敲响 两个供身体纷纷缩进了宿主体内 但无论是宿主还是供身体 艾迪都只有被挨揍到后 就当艾迪即将被塑料袋蒙住窒息时 毒液和屠杀又同时现身 扭打在了一起 屠杀挣扎着飞到半个月 毒液抓着他顺势来了个空中飞人 但屠杀的触手很快固定好身体 朝地上的毒液展开反击 直接将他一刀打回了原型 捡起地上的锤 敲断了艾迪的腿 随后屠杀准备当着他的命 亲手杀掉艾迪 顺便干掉对自己产生威胁的惊想 但他体内的卡萨迪却不成功 很快两人产生了分歧 这一幕被下面的毒液看在眼里 毒液捡起地上的钢管 拖着疲惫的身体 吃力地爬上塔顶 就在安妮即将被屠杀吞入口中时 毒液纵身一跃 将钢管插进了屠杀马 随后立刻接住了下落的安妮 但被赶来的屠杀再次用触手刺穿 毒液扛着屠杀的穿刺攻击 慢慢将安妮放了下去 自己也被戳得遍体凌伤 到底不起 正当他束手无策时 一回头看见了旁边的尖笑 于是毒液一巴掌将他拍了下去 惊慌之中尖笑发出疯狂的呐喊 这次的威力直接让屠杀和毒液同时拖延 纷纷掉了下去 毒液顺着丹和安妮的身体 在艾迪落地前第一时间复身放退了 但卡萨迪可就没那么幸运 他和屠杀个摔个的 就在他准备重新回到宿主身上时 率先完成变身的毒液一脚踩住他 然后一口吞了下去 卡萨迪还想蛊惑艾迪 让他放自己一面 影片最后 艾迪为了躲避警方追查 和毒液躲到了夏威夷小岛上 就当毒液准备让艾迪看看他的宝贝时 一阵诡异的能量波动 瞬间改变了房间的布局 而电视上正在播放的 正是被曝光身份的小蜘蛛 难道是他们已经来到了MCU的宇宙吗 也许在未来就会揭晓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见